原本民進黨立委 都希望我們這一次的店家 是針對大戶 尤其是工業的大戶 不要影響到民生 所以這個案子 現在要割到6月 但是沒有想到經濟部長王美花 他已經提前預告了 他在廣播節目裡 甚至語出驚人 大家聽得非常驚訝 他說現在大家拜託民眾 要多節電 為什麼呢 你們用的這些民生的電 現在都很便宜 來聽一下他的說法 對 我看到工商團體說 調漲電價他們是可以接受的 那還不快漲 節電 產業節電 其實大用戶 我們都有跟大用戶在商量 怎麼樣做最有效率的節電 加戶的部分是我們要努力的 因為現在電費其實是太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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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的民生用電的電價 太便宜了 這句話可能讓很多家庭裡面 每個月繳好幾千塊的電費的家庭 聽了會非常的不愉快 而且他有雙標的問題 到底我們電價便不便宜 是其中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以前馬政府時代的時候 郵電雙漲的時候 民進黨是怎麼罵的 我們一個來看 回不去的物價都是蠻憨政府惹的貨 油電雙漲 民不聊生 怒人民艱苦 甚至有些拿布條什麼無能R9 痛苦指數9萬兆 各種都罵 現在也不是只有單一 只有這個電價在漲 我們已經漲了一波 所有這民生的吃的穿的 都已經漲了 現在接下來電價又要漲 居然也是告訴大家 因為電價太便宜 你怎麼不說 因為核四政策的問題 你怎麼不說你們管理出了問題 賠了很多錢 這些不斷的掉電 跳電 其實都是最後拿我們的錢去補貼 結果你什麼都不怪 也不怪自己 你也沒下台 你現在反而怪說民生用電 大家都沒有節電 那我們現在也看到友台 三立的節目裡面 已經開始在做一些新聞 告訴大家說 台灣其實電很多 在我們的台灣的地下 常有12座的核四廠 那我們這個敏寬哥 幫忙在那邊幫他們講說 地底下有總共有320億度的電 那我們特別查了一下 但是專家告訴大家 環境資訊中心說 地熱雖然是一個資源 但大部分都在國有 地有 所以你講成這樣子 其實也是不能用 那講到長電 最經典的當然沒過這一幕 包括我們的政力軍 包括田秋景 當時在2013年開記者會 他指控他說台電 就是最讓人家不能信任 因為他們藏電 藏了多少 藏了1.4座核四的供電能力 所以希望這個台電 老實的把電交出來 所以到現在大家還是很想問 他們兩位到底藏在哪一個地方 電價這個事情 當然非常大家關心 另外一個包括東南水泥 在連假4月1號的時候出事出包 造成雙鐵都停止了 現在要針對包括台鐵跟高鐵 都要提出球場 加起來是7800多萬 但有個關鍵的問題 最敏感的當然就是董事長陳敏斷 因為他跟綠營的關係非常深厚 現在已經開始要針對這個偵辦了 所以大家都跑去問檢方 你會不會約談東南水泥的董事長 檢方說這個細節 我們不方便回答 兵哥 其實台灣的電的問題 從頭到尾就是因為民進黨 錯誤能源政策的問題 這個我們已經講了幾百遍 你明明有便宜的發電方式 你不用 你非要選貴的 而且這個貴的貴就算了 而且他還不穩定 所以到最後的結果就是 我們台灣就面臨缺電 現在其實王美花是故意在放風聲 在試水溫 因為本來是說6月再來決定 然後現在就先把這個話題 先看一下 看民動反彈程度怎麼樣 民進黨每次都搞這一套 那更重要的就是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有 也是他預期到 未來電價只有更貴的份 因為現在俄烏這個戰爭一拖下去 天然氣煤全部都上漲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的電費燕能不貴 他一定要貴 所以這個跑不掉的事情 而且他另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 因為到了今年夏天 他大概非跳電不可 因為他電根本不夠 所以他現在就是預先 假設我把電費漲上來 他希望大家 我們一般人因為多幾百塊 一個月很心疼 我們可以少用一點電 他就可能可以維持住 他的跳電次數可能會變少一點 這是一種雙重目的 可是這都是治標不治本的 沒有用 而且花的都是人民的血漢錢 至於說敏寬兄 我跟他很熟 但是他講這個地下 幾個核電廠這個 我很想告訴敏寬兄 跟民進黨這些人 你們知不知道地下 你一直往下挖 一定挖得到鑽石 那鑽石一顆都好大 絕對有 在地寒城 一定有 問你挖不 你怎麼挖 就是這不廢話嗎 地頭支援一大堆 你做不到的事情講這幹嘛 這一點意義都沒有 所以我真的覺得 不要每天找這種天馬行光的事情 在那邊胡扯 我就覺得真的是沒有必要 然後這個 東南水泥的事情 我是覺得 其實你們會認為說 到最後這件事情 真的會去跟他求償 7000多萬 然後求償成功嗎 我一點都不認為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說他要跟包商來求償 就是他不是他們賠 他們的包商要幫忙賠 我跟你講那種小包商 基本上那種小包商 你覺得他會有7000多萬賠給你 就跟台鐵的一樣 就先脫產 完全一樣 他們都早就脫產 因為他們這種包商 很多都是用人頭的 到最後就是一個倒楣鬼出來 說那不然怎麼樣把我抓去關好了 就這樣子 所以就到最後 一定是不了了之的 百分之百 而且我們公家 去跟人家求償的 你看過過去往歷的案子都知道 就是打一打 等到新聞封口過來 不了了之 就是這樣 通常都是這樣的 如果關係好了更不了了之 你想想看這個陳敏段 你要不要約談他 檢方都不方便 透了又什麼好不方便 透了約談他剛好而已 你的工廠出事 已經危害到這麼多的人 高鐵 台鐵上面都是人 萬一他行駛到 到最高速的時候 突然間斷電 萬一出了什麼狀況怎麼辦 所以這個本來就應該要約談 這種東西 還有什麼不方便 那請問一下陳敏段 到底有什麼三頭六倍 不過就是跟民進黨很好而已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現在我們都看得出來 一個最基本的事情 只要跟民進黨很好的 司法都會自己轉彎 然後很多事情都隨便解釋 你看過去 他們把馬英九罵成什麼樣 郵電雙掌怎麼樣 民進黨上任到現在 什麼都掌 奇怪了 那為什麼大家都不罵 很簡單 因為當初罵的全部都是他們的人 這些人一消失 這些所謂的民間團體 所謂的民眾 一跟著民進黨走之後 就不會有罵聲了 你想罵也沒人聽得見 因為媒體都在他們掌握之中 包括現在疫情也非常緊張 特別昨天總統告訴大家 說我們現在要做有效的控管 如果是重症的話 就是要清零 簡單講兩個字就是要減災 其實這些口號我們聽很多了 包括新台灣模式等等 講非常多 但是顯然的 包括今天最新的確診數 已經高達382例了 大家都有感覺到 我們確診數已經開始要起飛 從我們的政府這些管理單位 也要讓他放風飛了 但最尷尬的是 當我們問陳時中 你說要減災要共存 那做法到底是什麼的時候 陳時中居然說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來開會 但是你的疫情狀況 其實已經起飛了 包括蔡總統昨天在總統府裡面 開了一個會議 把所有重要的 這些防疫的官員都找來了 包括賴清德 還包括了高雄市長陳其邁 跟桃園市長鄭文燦 可是全台灣各地 都燒得這麼嚴重 為什麼你偏偏只有找 大阿哥跟二阿哥 其他縣市首長 難道這些選民都不是人嗎 這很奇怪的一個標準 那為什麼雙北市長沒去也就算了 台南市長黃偉哲也被排擠 難道真的把他當憲民了嗎 大家有這個疑惑 台南一樣有疫情 如果說你紫月綠的 那為什麼黃偉哲沒有去 還有包括基隆市長也沒有去 他的選擇到底是什麼 大家會非常的困惑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